AO 了世紀天天之星 大家好我是Lay 今天來看蒙古人對上葡萄牙人 這次比賽是攻玉鳖的玉璇比賽 在這次比賽當中出現了蒙古跟葡萄牙人 兩個文明都算是蠻強勢的 先來介紹一下紅方選擇的文明是蒙古人 蒙古人最大的特色是他打力速度是遊戲裡面最快的 而且他的馬攻起運 攻擊速度也是遊戲裡面最快的文明 蒙古人他的大洛馬的血量加成也是特別多的 他的草原騎兵也有血量加成 但唯一缺憾是他沒有三級馬坎 所以大洛馬還是很容易被反擊回去 蒙古人的後勤整個蒙古圖記 也算是遊戲裡面最多人喜歡的單位 接下來介紹一下葡萄人 葡萄人最大的特色是他所有的 黃金兵種都有這個八折優惠 不管是要打騎士還是小宮或是僧侶 都有這個八折優惠效果 那他在打後期的一些單位黃金兵 可以拿到一些優勢 而且葡萄人帝王時代還可以蓋下趕灣大商戰 這個我們俗稱的支援無限戰術 就是從這個建築出來的 那葡萄人的後期呢 主要是拿這個火器單位為主的 配上香兵或騎兵都可以 基本上要打什麼都可以 那他的火器呢 有這個火塵槍的關係 所以他火槍啊火炮 都可以吃到彈道血的效果 在後期來說是一個很好用的一個能力 好那這張地圖呢是一開始 有這個海塔 那這個海塔呢可以去射擊這個 附近的海域的魚 那這張比賽地圖 有稍微改動一下 這個魚呢 並不會在這個魚池裡面 有這個魚可以補 那通常都要把這個魚 魚船放在右邊這裡 可以去補魚 那如果你是把這個馬頭 放在這個海塔的射程範圍內 好處就是你可以在這邊 讓你的魚船 躲在這裡撒魚網 或是會比較安心一點 不然你開局如果先放在 靠右邊這個位置的話 你這樣捕魚的距離 就會比較近一點 好那目前兩邊的捕魚選擇方式 都是選擇了在海塔附近 這個就有點靠旁邊一點 這個就還不錯 這個就有點蓋在有點太裡面了 跟這張地圖的設計 這個細節來說 稍微注意一點的話 前期獲得肉量優勢會比較大 好那這張地圖 由於中間有湖的關係 所以前期還是會打個海戰 是會比較好一點的 那蒙古人這邊有吃肉的優勢 但還是有去捕魚 7個人伐木 然後這邊趕快吃這個鹿肉 好看起來不太好 這邊是先升到了封建時代 想要打一個封建火戰船壓制 那蒙古這邊感覺是要打一個 黑跳城 這邊來到了28個人口 24匹加4艘漁船 然後這邊要開始挖黃金 OK 黃金多少人挖呢 看一下 三人挖黃金 然後模仿這裡再補四個人 去吃 再補了一村去挖黃金 想要他這邊黃金補的一點少 這邊挖黃金的速度稍微慢了一些 大會可能還是要下個四級 去買賣一下 這個冰工廠 那前期獲出這個4艘漁船 出完之後就沒有打算繼續出 然後直接打一個城堡時代的 這個寶兵優勢 或是打這個大洛馬騎士 都可以 或是3TC開農 好這邊看到蒙古是沒有出漁船 沒有出漁船 沒有出漁船 那葡萄這邊是出了一艘戰船 進行壓制 好那直接被逼到了右邊 開始去捕魚 那戰艦的部分就要兩邊去 控制他的這個 魚點 好這邊過來 一過來看到 戰船 貼近射掉了一艘 好 但是到左邊就會被射 直接被雙面夾擊 唉唷 這邊要按一下D鍵 助手模式會比較好 然後他就會自動射擊 那蒙古這邊 要繼續補擊的話 可能就要灑魚網了 原來現在安全的魚點 只有在 好像也沒有安全的魚點了 講時代 只能在這邊灑魚網 會比較好一些 好去右邊繼續補 又會遇到漁船 遇到戰船 好蒙古果然是打一個黑跳城 升到城堡時代 那葡萄牙這邊封建時代 拿到這個海域的優勢 趕快再補一下漁船出來 補一下經濟的優勢 好那直程上去的蒙古 直接在右邊開下了一個礦點 好那也是開在裡面 這個可以開在裡面還不錯 當然不能開在最中心 但還是可以補在裡面 之前有人問說 這個到底能不能補裡面 其實還是可以補在裡面 這個金礦旁邊是可以的 就是你不用開在這個 池塘旁邊 外面這個地方 補在裡面是ok的 好那這裡看起來 兩邊蒙古 打一個3TC 然後葡萄牙是這邊 剛點城堡時代 時代落後大約剩四分鐘 但是他的優勢 是已經有把這個海戰給控下來 那蒙古也是沒有放棄自己的海域 而是轉了一艘火戰船 去外面燒了一波 他應該是有發現 卡布奇這邊葡萄牙 是沒有繼續按漁船的 漁船一樣是四艘 好這邊總統攔截掉最後一艘漁船 總統收掉了最後的漁船 讓蒙古這裡沒有補的優勢 但是前期吃這些鹿肉 已經補了一堆肉量 所以升到城堡時代之後 待會還是有這個足夠的支援 去產出3TC的肉 待會再繼續撒農田 也沒什麼問題 他左右兩邊都到處拉這個村民 去吃這個鹿肉 非常補 每一坨鹿肉呢 只有560肉 而且蒙古又吃了快 好這邊直接把三隻射死 避免讓他們亂跑 好結果 葡萄牙把城鎮中心 蓋在了偏遠地方 他想要先控住石頭 好不是蓋在這個位置 這可以蓋在裡面一點點 好這裡補了一個修造院 右邊的部分 則是把黃金繼續挖 但是他沒有先挖黃金喔 還是有先踩下木頭 這個時間好像有點缺木 好後面趕快補下農田 很傻 好這裡轉出了草原騎兵 那現在蒙古的META 也都是城堡時代出草原騎兵 比較常見喔 很少會直接出蒙古圖祭喔 出來打 因為畢竟沉起時間晚 還要挖石頭傷經濟 TG的部分也不好蓋 那蒙古圖祭 城堡時代一上去喔 就有血量加成 但葡萄牙這邊是直接轉出騎士喔 那騎士打草原騎兵的傷害是非常高的 而且兩邊正面對打草原騎兵是打不贏騎士的 光體質就輸給對手 好 葡萄牙這邊給對方極大的壓力 讓對方的城鎮 這個工程器製造所也蓋不起來 那這邊工程器製造所 我確定他這邊是要按什麼 按奴炮嗎 還是要按投石車 感覺蒙古這邊先轉出一些老頭 壓制對方的騎士喔 會更重要一點 那葡萄牙這邊城堡時代 也是正常的開農路線喔 三個城鎮中心在家裡 外面也開了一個 四個城鎮中心 那這樣子開農可能就不會太落後 用少量的兵壓制到敵人前線喔 想要讓對方一些心理上的壓力 出一些兵喔 不要讓對方存農 這邊置第一草原騎兵 草原騎兵直接往右走 那盟國也轉出了駱駝想要來反思一下 那這時候的葡萄阿倫喔 也是很適合打這個生鋁戰喔 那以生鋁戰來說的話 是葡萄牙更有優勢一點 那蒙古這邊要反思的話 也可以轉出輕騎兵喔 或是搭配一些草原騎兵進行前壓 或是駱駝配肉馬 這種搭配左其實也不會太差勁了 那葡萄牙這邊也是轉出了一隻肉馬 還是就是一開始的那一隻 葡萄牙補下了前線城堡 想要把左邊的礦區全部控住 蒙古這裡經濟還不能點帝王時代 九十五川 因為這邊還是有出一些肉 駱駝加草原騎兵 所以肉還是有點需要的 兩邊都是一個想要打小鬧 誰出太多兵就會有危險 因為對方是已經開農狀況 你沒有辦法用這些兵 打到對方村民的話 就會很容易自己不開農 就會落後與對手 所以兩邊都是處於一個偏農狀況 因為維持的狀況是不太好打的 或者說要對手的經濟破綻 葡萄牙這邊補下了輪軸技術 還有一期攻 待會要來提升一下騎兵路線的樣子 通常點一攻都是為了點騎士傷害 看到右邊已經被蓋了起來 這裡也補了一根城堡 稍微防守 還有兩塊黃金可以挖一下 這張地圖由於黃金支援非常多 所以其實不太需要用到葡萄牙的無限支援戰術 所以沒有意外的話 葡萄要打蒙古 可以轉出的東西是重裝騎士 還有這個火神槍的風琴炮 甚至打火炮 還有這個騎士 強弩都是很適合的 那蒙古的話 應該是這些東西會比較好 當然他也可以打槍兵之類的 但我不太推薦 畢竟蒙古圖記這個單位 是射槍兵速度很快的一個東西 自己可能先轉出強弩來打 會更好一點 或是重裝騎士 給對手的蒙古圖記的成型 壓力會更大一點 出槍兵的話 就有點進入被動狀態了 蒙古這邊升帝王時代 還有30秒 已經點下了二級色 已經轉出了蒙古圖記出來 傷害已經補到了6加2 待會升帝王時代 三級色化學變成6加4 點完精銳之後 傷害再加2點 所以8加4的傷害 然後蒙古圖代 趕快產出巨型頭時機 那葡萄牙果然是 轉出了一堆老婆 三女準備要來 做一個招翔戰 蒙古這邊能選的東西 就是漏馬、衝車 還有巨頭 或是轉成草原騎兵、蒙古圖記 就是他的後起打法 看到蒙古圖代兩邊已經把自己的巨型頭時機給架了起來 右邊這棟城堡可能會先爆開 那葡萄這裡還沒有先轉出火炮嗎 唉唷轉出來了 然後這裡不轉火炮會很危險 左右兩邊都有進攻的跡象 那右邊這裡沒有補工程器製造手 所以火炮沒有辦法去反擊右側的巨型頭時機 那結果葡萄牙的右邊城堡本來是被打掉了 火炮還有5%才會製造好 可以出來了 那這邊火炮要小心的東西就是對方的弱馬爆 或是草原騎兵 快速拆掉5台巨型頭時機 然後這根城堡拿下來的話就有機會 難道這根堡不修理嗎 結果這裡有一隊軍隊 從右側這邊悄悄繞了過來 但這邊都被看在眼裡 火炮趕快用了5-4老頭去刀牆 直接招到了3隻單位 OK 沒有神權思想的關係喔 神權政治的關係 所以沒有辦法繼續著想了 以及其他的生侶都進入了CD時間 好 迴古圖技打火炮傷很高 對構成器的額外增傷非常痛 這時候葡萄牙選擇的方式是轉出重裝騎士 重裝騎士現在是6點遠防 蒙古這裡已經點下的話 學金隊還沒補下 可以先射一下騎士還有4滴血 當然這邊的目標還是要先趕快 把這個巨型頭時機給拿下 右側的城堡也果然也被換掉了一個 兩邊都是1換1城堡 蒙古圖技隊上戰毛兵 不過他還有這邊居然是轉戰毛 這有點意外啦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轉強奴的 對上蒙圖 如果黃金購的話 轉這個強奴配上重裝騎士 非常的好打 好 這邊想用巨型頭時機去打蒙古圖技 砸到了一發 還行 接發沒有機會 巨頭直接被換掉 好 兩邊稍微進入了僵持 看這邊騎士升級已經升好了 三攻三防全部補了上去 蒙古圖技能來到可怕的23隻 只要有20隻的蒙古 傷害力就會非常好 好 這邊想用巨型頭時機反制 後面的三隻老頭遭翔 但是一隻都沒有遭到 瞬間射到三隻生女 這邊控兵控得非常好 這邊點射打巨頭也是相當快速 兩發擊火就可以點掉一台巨頭 右方的巨型頭C繼續進攻當中 蒙古補下的圍牆技術 還有拇指環 後方的蒙古圖技繼續輸出當中 火怕往後拉一下 但是這邊拉走 還是會被追上 蒙古圖技的移動速度太快 這裡要打回去有點困難了 因為他這裡沒有轉攻兵器 那轉戰毛病的話 雖然可以稍微擋蒙古圖技 但卻是擋不了蒙古的大洛馬 還有草原騎兵 所以如果你有充足黃金的情況 還是轉出強弩會更適合一點 那這裡轉出風琴砲也不是太好的選擇 畢竟風琴砲是工程器單位 也會遲到蒙古圖技的額外增上效果 所以不知道遇到蒙古圖技能打的東西 我個人還是覺得強弩跟重裝騎士是首選 這裡有一對騎士偷偷從中間的路線衝了過去 看來是想要先偷家 這感覺是有動的 但進入了城堡的設成範圍內 果然有動 溜了進去完蛋 爆砍一波 血量很殘 但這邊有雙城堡防守農田 還可以 這裡再砍農田了 這個騎士沒有在控 這邊這邊在控 戰毛的部分 想要把蒙古圖技給壓回去 右邊城堡沒有拿下來 反而右邊也是被繼續往前進攻當中 左邊的黃金稍微被控住了一下下 普塔這邊的黃金稍微比蒙古少了一些 好蒙古看到自己稍微壓了回去 轉出了中型投石車 中頭打戰毛兵也是蒙古很常見的一個方法 這樣對方沒有戰毛兵 就很好解決 不然通常打對方的戰毛都是用肉碼或草原奇異 當然中頭也是很適合 所以中頭運氣好的話 也可以砸掉大量騎士的血量 所以在黃金充足的情況下 出投石車是最佳解 不一定要轉出大洛馬 或是草原奇異 那以這個資源這麼充足的情況下 轉個草原奇異也不會太過分 後面受到騷擾的騎士 這邊蒙古圖技已經擊殺40隻的單位了 普塔的騎士往前 我覺得移動速度有點慢 是我的錯覺嗎 他是沒有點耕種技術嗎 這邊清奇異是1.65 我猜他是忘記點耕種了 還是其實普塔沒有耕種技術 不可能吧 你知道是我記錯嗎 好戰毛兵在後面想要去追逐蒙古圖技 但蒙古圖技一言不合直接衝到了城堡射程範圍內 開始對巨型投擲機進行輸出 並且輸出後方正在修城堡的村民們 這邊蒙古圖技硬扛了城堡的傷害 被解掉了非常多 戰毛兵直接被巨型投擲機給吸引住 開始進攻巨頭 巨頭這邊雖然被拆掉了一台 但是血量還是有點殘 有可能會被拆掉 後面戰毛兵也是吃到城堡射程範圍 上方的部分還是使用巨型投擲機跟 重裝騎士去解圍 後方的巨頭再來一發 應該是倒了 城堡殞落 戰毛兵終究還是沒有拯救到右邊這棟城堡 蒙古這邊看來要走的路線是走大洛馬 大洛馬的路線有點是不用黃金 也有血量加成 那以黃金這麼充足轉格草雲騎兵 我真的覺得不過分 這個路馬過去就被重裝騎士給A過去了 玩 毫無招架之力 好 我們土地傷害非常高 重裝騎士也是瞬間被秒殺 現在已經精銳也升級上去了 攻擊一次8加4點 但是連戰毛兵都快要擋不住這個威力了 好 這個巨頭應該是沒了 好 右邊稍微壓了回去 好 蒙古點下的金罐 找炎姬 這個效果呢 是可以增加工程器的移動速度 好 包含衝車啊 弩炮啊 還有這個巨型頭石機 頭石車都可以吃得到移動速度的加成 所以蒙古的頭石車也是很麻煩的一個東西 移動速度快 更快可以支援過來 這邊一個預判 沒有預判成功 砸到自個人 但是沒有砸到騎士 其實上前想要直接收掉後方的頭石機 彈頭石機直接收到了城堡下方 哇 怎麼一台都沒打掉 這邊再預判一下 殘血的頭石車 可以找個村民來修理一下 這邊沾毛病 有點尷尬 在這個地方 這邊可以攔截一下 包含土地 站在這個十字路口好像也不錯 這個就是沒有三級馬海的蒙古 吃到再毛病的傷害也是非常痛啊 現在蒙古這裡有1600黃金 但是後方的五台頭石機 還是被葡萄牙的騎士給收乾淨了 那葡萄牙對付對方的工程器 可以轉出火炮 或者是生理科技 救贖思想 印刷技術 神權政治 跟啟事思想 是很好用的一個老頭科技 去做一個應對是還不錯的 這邊戰馬兵 開始打擊了蒙古的蒙古圖技 看到這個大量的情況 似乎意識到情況不太對 右邊的黃金應該是挖不掉 還有14500黃金 可以繼續挖掘 但是葡萄牙這邊也是 這裡還有17000 兩邊繼續打黃金兵 我覺得問題不大 問題是 葡萄牙有沒有轉兵的念頭呢 這邊轉強奴 可以應付更多的戰況 還有轉一些火炮 去對應一下 葡萄牙 好 紅車 這邊急火 小心一發 砸 哇 右邊倒了一坨 恩啟事上前 充掉 沒有問題 把兔子機倒掉 好 這邊繼續補戰毛 而不是補這個強奴 好 這一坨 戰毛兵終於解掉了 蒙古這裡開始有點危險 好 轉出了充車 重型兔子機也補下了 重頭蒙古 通常不會在阿拉伯出現 太吃黃金了 但是在團戰來說 確實很常見 不過蒙古在的話 在團戰的話 蒙古圖機配投石機 是很強的搭配 還有這個大充車 好 這邊砸個預判 沒有成功 全型投石機還在拆除外圍的建築物 後方的工程器製造所 也是已經都掉了 後面有補兩個新的工程器製造所 還行 這邊投石機 往前 給戰毛兵更大的壓力 哇 這裡葡萄亞沒有轉火炮出來 就顯得有點弱了 甚至也沒有轉出物 好大一坨 死傷慘重 好 這邊還是用騎士解掉了 投石機的問題 好 左邊三隻騎士 直接一個BD村民 偷抓掉了一些村民數量 但葡萄亞這邊村民數量是落後的 這邊是更注重打強軍事的部分 軍事顯得數量更多一些 右邊這邊稍微集結一下 也要想要從右邊開始進攻進去 好 但這面的騎士電掃 戰毛兵也沒有了 龍谷普進這裡是有機會 可以點掉 現在的巨型投石機 三發集火收掉一台巨頭 重頭升級好了 75D傷害 75加1 好痛 龍谷也補下了衝撤的升級 但依依就沒有轉出草雲騎兵 本來是走一個投石機路線 好 這邊騎士又抓到 可以往前進攻的機會 騎士上前被換掉了幾隻 還是有幾隻騎士衝到了後方 應該是有點難收到囉 哇 結果某種途徑往後射了幾發 最後騎士還是 就是達成他的目的了 好 騎士往前 先抓掉投石車 但沒有全部往前 這裡叫全軍之力喔 才有可能抓得掉 好 投石機還在後方 這裡拉了更多的騎士過來 支援 後方有三台 投石器 找回閃陣 想要躲投石器的傷害 直接貼上去了 魔物圖器繼續輸出 飛躲魔物圖器擊殺了四隻的單位了 大部分應該都是騎士喔 後面兩隻騎士還在追逐 投石機最後還是沒有拿下 這裡完蛋 哇 哇 我就知道 鬼天滅地 散毛全解 這個 這個打起來真是怪怪的 我們不出個火炮呢 或是老狗呢 有的話 會好打很多 好 這部騎士直接硬上 貼貼 貼得上去 打了一發 塔木圖器繼續輸出 好舒服啊 即殺到六十七隻單位啦 這就是 四帝帝國 最多人喜歡的單位 蒙古圖器 喔 紅色 唉唷 唉唷 傻爛 好 這邊騎士去抓 抓 抓掉一台 可以嗎 OK 抓掉一台 這邊花太多騎士喔 去收掉 工程器了 那工程器也是 擊倒了非常多的 戰毛兵喔 戰毛兵這邊都是死一整排的 左邊開始有點招架不住 大洛乃也升級上去了 血量118滴血的 許瑪莉青騎兵 好 黃金開始作用了 看起來有點危險 右邊的火炮陣 都是小打小鬧 而且這邊有把城堡的血量 撈到最高 6389 好 黃國現在開始有了 進攻的能力了 老馬到處亂 大洪車升級上去 準備升級完 後方的這個 成分中心怎麼不見了 右邊偷拆 黃國大洪車升級完畢 黃國大洪車升級完畢 踩出來的還是重型投死車 六人 畢竟 的一個 還要 Slim indi ец 對 不要 嚇擠 fake 尤其 算成分 со 往前 怎麼辦呢 這邊被壓到出兵點囉 被壓到出兵點就會很難打 戰毛直接個起火點掉 V陣躲掉投石車的傷害 沒有投石車的話 戰毛兵就可以無情往前了 開始反攻 好 最後再打個一發 收掉 右邊兩台工程器製造所 趕快收掉 這邊蒙古是想要利用自己的工程器移動速度很快 躲掉對方的火炮傷害有機會嗎 但葡萄牙好像沒有點火神槍 這裡預判 要不要回頭打個一發 不敢 不敢回頭打嗎 這邊開路一下 打個一發殘血 沒有預判成功 再次躲掉 但是肉馬來了 但重點是左邊喔 左邊這塊黃金地帶被換掉的話 就沒機會了 誰沒了黃金誰就輸了 卡肉馬上血 家裡的兵力不太夠 所有的兵力都在左邊防守 右邊險些失守 一台火炮繼續往後走 這裡買了一棟城堡出來 把城堡插在農田裡 那大龍馬已經衝了上來 紅石車也來了 哇 這裡看似城堡蓋不起來 把村民拉走 變到特寶 這邊所有的軍隊都在左邊 但是蒙古團往右邊開始爆打 兩台通車也被換掉了 這根堡應該是有機會可以蓋起來了 我們去偷蓋一下 左邊部分又開始組織了一些重頭 開始反擊一下 左邊的戰卯的數量 唉唷我找到一發 好痛 黃金支援來說 兩邊的黃金看起來差不多 但是支援上 蒙古還有4000多的肉類 黃金還有2500 木材也有2000 那繼續耗死對手 感覺也不是問題 反而是葡萄牙這邊肉類 已經快要見底了 騎士快要也出不出來 人口已經出現了空缺 沒有177人口 還有23個人口可以用 但葡萄牙這邊也是有補些村民 這邊肉馬亂竄 控到了黃金 打一個助援 預判一下 往前走 往下預判 哇 不行了 這個畫面太殘忍 投食雞 砸掉了一大堆的戰卯 這裡少說 有一兩百隻的戰卯兵 都死於蒙古的投食車 手上 OK 這邊葡萄牙直接打出了GG 最後是有195的蒙古突擊 打贏了葡萄牙的270 270隻的騎士 來看一下統計資料 統計資料是蒙古 拿下了資源上的勝利 大概贏了1萬1 軍事方面則是贏了1.74的KD 菩萄牙這邊 轉出了戰卯兵 直接都被投爛 看起來還是要轉一些老頭 或是這個火炮 可能會壓制對方摩承器 會更好一點 沒有想到 菩萄牙有種大量黃金 卻沒有轉出黃金兵 去做應對 這讓我有點出乎意料之外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在啊 是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